這個貼山的意思是說放在臉書上 就是說你這個床位收拾和臉書都放在你的床位臉書 你現在才去寫就好 我是建議說收拾人家給別人插在床不要拿走就好 插在收拾床這樣插來就好 插在床就對了 這也是很好的意見 從散如流 都插在收拾床這樣才知道這支收拾正經不留意 不然這樣 店舖放在臉書店外園的部分 那麼這個收拾、插在收拾床證明這個收拾是不留意的 因為時間也這麼多 不要去講到太多老師的時間 今天請我們曹老師來幫我們上電腦看 那麼我相信的事都很適合 當然各位可能是說年以太多的人 在電腦看不上其實電腦沒什麼 你經常去找出他的原理 他是怎麼樣來做的 這樣你就會這樣 其實不用怕 我們一般都是年紀這麼多的人 都會想說電腦這個東西 這奇怪的都不照我的意思 他就工夫人也不照你的意思 你就要了解他的聽事 做事情的聽事 聽事如果都掌握到電腦就沒什麼 所以今天曹老師來幫我們上課 我們來熱力的鼓掌一下 阿佳老師的老師 我們學生要把老師走開 來 天師 走開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剛才這樣 我以前來大家沒有 有可能大家還在用炸餐 我也唱一首 不好意思 今天我想他們怪怪 因為在長大人都沒話 感冒了 我感冒了幾個月 但我想他們一直不說話 好 所以說今天可能說到一半 如果是說走去喝水 可以包涵一下 修理 先走 炒劇 我是看歷修平法主席 一個節目 叫做電腦五四三 我們剛才說五四三 有人說 這不好的形容詞 其實五四三是這樣的 五四三會說 什麼都說 有的沒有的都說 電腦五四三的意思是說 有的電腦五四三都說 所以有時候我都說 很利益 剛才電台說電腦 好像有聲音而已 今天還有一個 在看 所以說很豐盛 所以說應該 大家會更清楚 更了解 其實電腦不是說 我們大家的行為 很困難 電腦在動作一個電器 電器 就像我們 我們客廳的一個音響器材 這樣 因為現在電腦跟以前 以前完全不一樣 以前我們科版印象 說電腦是什麼 電腦裡面按鈕很多 畫面上頭都轉英文 背後說有中文出來 也是一樣 看得有什麼 但是現在 現在進入這個 Window的時代 視窗的時代 他這個 人 距離的界面 這個人機界面 越做越有賽 人家說Friendly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照顧一台電腦 已經不是很刻板印象 說要去打英文 要有鍵盤 什麼 現在神機 連鍵盤也要 滑鼠就可以了 跟最新的 現在連滑鼠也沒有在用 觸控 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 一開始的時候 譬如說 我先要看 魚那 活動的機器 再點一下就有了 這是觸控螢幕 這是觸控 所以說點沒有 現在不只點這點沒有 現在叫做多一點觸控 就是說 我先要放大 放大 所以說很多人 有可能在電視 或是在賣場 有看過人 在展示 展示這些功能 像這個Apple Apple現在 剛才出來這個 iPad iPad 2 台灣還看不到 12月底 美國在宣布 在上市 像他的家庭 那已經 我們不知道要說是電話 他才不走 可以放在那裡 以前 以前